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啊 今天做的这一支是那个 呃 一支那个纪念笔啊 是那个上海牌的 我没做过这个品牌了 然后就对做 然后那个卖家还很好 又 送了我一支 然后结果有两支 呃 反正真的挺啊 挺感谢的 然后那个 这个这个笔的话 它是一个两用笔 但是 我到底是怎么两用的 说实话 我也 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 他是属于 这边好像因为没有笔芯了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这支笔 然后也不像是那个旋转初心 然后再下来就对 呃 这个就当做没有什么用功能吧 因为两用笔的话 现在的笔芯 笔芯规格都 呃 比较统一了 都是G2笔芯 或者是4C 就G2嘛 还有那个4C 4C的话是短短的一根的那种笔芯 或者 G2的话就不用说嘛 大部分笔都送那个 然后再下来了 就先看一下这支笔吧 那个重量先 啊不对 应该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尺寸先啊 我要搞错了 哎呀 然后这个来看一下这支笔啊 首先是这样子 笔的话也是一个偏中古的一个粗细长度 然后那个笔的话就明显能看出来偏细的这样子的一支笔 呃 整根笔的话就是不锈钢啊 这个应该是 然后这个大概这样吧 笔芯的话他是 刚刚有看到是一个按键了 所以就不用去做那个 对比了 因为我暂时也没想到哪一支比较合适的就是按键笔 而且按键笔也很难比那个笔芯大小了 很多就放大看就我们就可以了 我觉得 你说最多就是把2000的那个 快一点的那个按键 然后跟这个来比比 对吧 好 那个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 尺寸 哎 可以可以 ok 好 146 左右的一个尺寸 然后再下来是 131.56 好 这样子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 好 12.1的一个重量 然后再下来 我 这个笔帽就10克中了 基本上 那基本上主要重要还是在笔帽上面 再来看一下他的一个 笔尖 可以 呃 笔尖的话 因为按尖笔老是觉得他这个中缝对不准了 然后你看我 我看现在那个位置 不是特别准的感觉 伊犁倒是挺准的 然后因为我看那个弧线他好像是偏心了一点 然后笔的话 笔尖也是很常见的 就是 源头这样子 然后不是特别饱满 这个 然后中缝的话没有漏光 那应该也是挺 应该也是细笔了 但是应该有没有到特系就不知道了 那打磨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中规中矩的打磨了 我觉得 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一个国产品吗 都是配件很多时候很多笔的配件都能通用 你看一只616的 然后就能衍生出不知道多少个款出来了 好 那个再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杆吧 笔杆的话 首先有一个地方我挺喜欢的 就是他这个 两层的一个凹槽 这个就给人感觉就是质量就特别好 就是这种就是非常硬 然后再这样子做做点小装饰 然后这个形来讲的话 跟他这这个怎么讲 比 这个笔头吗 笔头 然后这个地方吗 在这样子一个过渡上吗 这个这两个双黄它是减少了金银色 这两种金属色放在一起 就是那种 不协调吗 它有一它有一定减缓的一个作用 然后再下来就是上海牌的这个logo吧 我记得手摆好像也有上海牌吧 然后may in china ok 反而logo我觉得它其实设计的还挺好的 挺现代的一个logo 然后还加了一个copyright 呃 再下来 笔帽上的这个地方吧 你看国产笔上面都尖尖的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种设计 这个 是器械生产比较好做 还是还是说怎么样啊 就是 看我看好像都特别喜欢这这种 然后再下来的话 一个笔杆笔杆就中规中矩了 然后又是一个 箭的这样子一个形状 笔杆就一般般 嗯 然后这个还 就没太懂了 还的话 它跟笔 比较应该不是同一个箭 估计是一个专事用吧 然后这样一看的时候 不太懂这个设计是什么一个原理啊 什么一个意思啊 他说回归 但是我看到回归的一个意思在这里就显示了 但是 从 这里也能理解 但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笔帽就没太看懂了 正常不是应该有个雕花或者什么的来激烈吗 不然的话 整支笔唯独有 地方做文章的一个空间就是笔夹和这个地方了 那这种笔杆的话就是硬东西 我们先姑且不算嘛 因为很多笔都有这样去去做 好 然后这个logo的话就97回归 然后就大概这样吧 然后这个红色我觉得可以再讲究一点这个红色 呃 怎么说 不够惊艳 应该这个红色吧 应该可以再好看一点 我觉得 然后这个太深了 然后再下来就93-2 就很干二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整支笔的一个不锈钢的话 也是偏白的这样子一个不锈钢 再下来啊 差不多这样吧 好 我们那个 看一下其他部分了 然后这个笔真笔 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嘛 我真不知道怎么用的 那知道观众麻烦告诉我一下吧 那个让我解解货这样子 好 那个我们来 上一下墨吧 因为这个我觉得差不多这样的整支笔 然后脱度什么的也没什么看到 咦 哦 因为前面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 这个地方特别短了 但其实啊 这个吸摸器我顺带讲一下 像这样子的一个吸摸器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一个储默量非常非常低 我有时候两天左右我就要上一次墨了 像这种的话 因为我有用百乐的就是88G的那个几年式的 像那一类的话 它主要是几年 然后储默量又很少 然后流动性的话 应该是一样的流动性 但是 基本上我肯定一星期内我就要上墨一次 所以说如果我输血量大概是一天五百到一千字左右 那 像如果是说你到这个输血量不太建议用这种 还是直接 上那个活塞 或者平常的那个吸摸器 像这种的话真的不是很实用 我觉得 ok 可以 因为这个的话我之前用了一段时间了 就是88G 其实 呃 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最大问题就是那个吸摸器 其他的其实我都觉得挺不错的 虽然说 它那个是铝合金 但是我无印的话 以前是之前用了 但 现在都没看到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笔帽变形了 然后被我 你懂的 好 那个来记 上面 然后再来写吧 那这个是上海 我这个 感觉就是有点接近糖饼的那个鞋感 就是 嗯 继续先写吧 就是 写下去是滑的 但是又没有到牛 热刀切滑油那种滑 然后但是 又有点阻尼 我感觉这个打磨不是特别给力 再下来就是 他这个出没倒是不是特别的一个稳 呃 稳定 重压一下 OK 就是粗细度还是有 但这个鞋感反馈 我觉得 一般般 不然的话 没还没到那个正常标准 我觉得 然后你看这个细倒是有 粗细度倒是能保障 你看这里 粗细度是没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基本上两个的话 但写起来就是有点 你们听一下 就好像不到位 就是 色 应该是偏色的一个感觉 哎呀 写错了 有点眼花了 真的 然后这个出没好像 可能本身很细吗 出没我感觉不是很足 有点像就是没有上过磨 然后磨没润到这个笔尖 然后呢 就是用那个金属在上面纸那纸一直干磨的那种感觉啊 对 就是一个没有没有润笔的 就是平常比用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鞋感会有点变化 就是因为 磨倒顺了 有点润笔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的话 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这个 好像是一支金属 然后一直在上面这样子磨磨磨磨磨磨 鞋感上面真的一般般 那更多的是那个 我觉得是那个噱头吧 就是为了这个噱头而买这支笔 好 那 这一支笔的话 就是完全是属于一个纪念价值的一个笔了 那行 今天评测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下面给我留言 那有什么讲漏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